不过疫情方面的消息是 意大利有一家包机 那经传179名旅客当中 居然有125个人 在新冠肺炎的筛检之后 呈现了阳性 当然这些人已经马上接受隔离 那这一家包机是在前天下午的时候 飞到了印度北部的城市阿姆利泽 那如果扣除掉婴儿 另外还有孩童不裁剪 一共160个人 但是居然有125个人去诊 那你现在看到的 画面是很多的旅客 跟当地的官员在争论 那救护车则就在机场外面 停放成了一整排 等待要接送这些感染的旅客 去接受隔离